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一下FruitCrate的介面的設定 基本設定 那一開始後,我們會先進入到 FruitCrate他的起始的中心 就是起始畫面中心 那目前看到的是英文的 那我們到編輯裡面的偏好設定 EDIT下面點 偏好設定 那我們第一步先 切換到中文 中文有 簡體中文跟繁體中文 那我們選第二個是繁體中文 那直接選音用 ABBL-1 它就會直接切換成中文 好 那在這個的話畫面這邊 用文的話就可以先關掉再打開一次 這是它的啟動中心 那像這邊有些範例可以自己下載來看一下 那這邊有一些 網際網路的一些連結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那有一些城市來源 聚集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一開始在這邊的話去 直接開始我們的零件設計 建築設計 傳播設計 那這邊 先簡單介紹一下它的操作介面 那它這個是有所謂的 分所謂的工作台 就這邊的一個項目工作台 那有些是講模組 或者是外掛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先來設定一下 我們要的 我們要用的一個 模組 或者是所謂的工作台的部分 那它這邊一定要是所謂的 那它這邊一定要是所謂的 到 篇號設定 好 編輯的篇號設定 一般顯示 那因為我們現在這邊的話 並不是所有的篇號設定 它都顯示 要看我們的工作台開啟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比較單純 先做一些基本的一個設定 那以後我們已經改了 那這個 樣式的話就是說 像我們要這邊改變 一些顯示樣式 可以在這邊 再做調整 那假設這個 選這個 icon太大的話 可以把它變小一點 那所謂的畫面就會去做改變 那 文件這邊通常不會去改變 那 那 這樣我們一直在往下看 那 主要要看的話 是所謂的單位 那單位可以依照個人習慣 小數位 習慣 設為四位 那顯示這邊的話 就比較重要 就是我們的3D檔 就是我們的 操作 那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像我是習慣blender的部分 那它滑鼠的話 主要是因為 它旋轉是按滑鼠中鍵 那如果我是用CAD的模式 它要按兩個按鍵 中鍵 以及左鍵或中鍵或右鍵 那 比較 這個就是依照個人習慣去做一個設定 那 這個可以去 自己去調整看看 它主要是立體模式 它的一個 大小的一個差異性 OK 那一個基本的 那我們現在 剛才我們的配套設定 沒有我們想要的 所以說我們先到工具列的 工具的制定 工具制定這邊有 命令 鍵盤等等的 那我們先看命令 那命令它 有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鍵盤的話就可以去設定 像我們這邊是檔案 那假設會出的話 它是Ctrl-1 它可以 直接快速的 就是按快捷鍵 那這個假設 後續使用久的話 就可以去做一些設定 那基本上 系統的 系統是你的快捷鍵 那第三個工作台 就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說 這兩個我都 不要 儀器用的就是我們這邊的 儀器用的 按照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那就按照每個人的習慣去設定 那像我的話 其實基本上第一個就是 零件設計跟零件的部分 然後底圖 那工程圖 後面我們會載入一個工程圖的 算是工作台模組 好 草圖 草圖 因為有些模組我們都還沒安裝 所以說 沒辦法選定 那這好了以後就可以按關閉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 這邊沒有 一樣就是先關掉 再打開 那目前還是會先到 所謂的啟動中心 那我們現在 這邊 可以去做選擇 好 那我們現在一樣就是到編號設定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切到這邊 那它 一樣 就是只有這幾個 好 那 按錯了 好 那假設我們切到所謂的 底圖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切所謂的 編號設定 它這邊就多一個底圖的項目 隔線縮點 視覺設定 異色線寬什麼的 好 那我們一樣 草圖的部分 編號設定 它它就會多出一個草圖 零件設計的部分 好 那 我們在草圖的部分 這邊就有寫 我的自行尺寸啊 尺寸標誌 好像改到9 好 這個部分 那它有一個顯示格線 那格線的指稱就是 一格是代表多少 好 那 基本上這個自動拘束是建議 大家都先 勾選 它會可以自動去拘束 顏色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回到所謂的一般 那 文件的部分 不管它 那 顯示的部分 剛才是第一頁 那 有零件色彩 那頂點的話 它預設線寬跟頂點 那頂點可以 基本上可以把它設大一點 方便你去點選 那等一下會 做個簡單說明 OK 那大概是先這樣 那我們有一個地方 就是說 我不要這一個啟動畫面 我每次都要進來這邊 我不要 那不要的話 就是一樣到 偏好設定 的一般 它這邊有個啟動 那啟動後自動載入模組 那你可以 因為我原本就直接設定啟動 那你也可以 先勾選這個 再勾選那個 我們要設定的 那像我習慣就是在 原件設計的部分 原件設計的部分 我希望它是在這邊 我們關掉再打開一次 再來看一下 就直接到這邊來 那 這邊的話 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要 用一些我們 想要的一些工具在這邊 像我希望草圖什麼的 都在這邊 那一樣是 到工具的 制定 到工具列 那我希望說 欸 把一些 加進來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把它加進來 一鍵設定 就是 一些就可以加進來的部分 我現在先加底圖的部分 好了 超圖結構 兩層 好 那這角色是 可以寫草圖的部分 好 那這草圖你就可以 把一些加到這邊來 好 那我們先 加 一個 那我們可以先新增 一個就是 好 一樣跟它的名稱一樣 S K ED CXER 草圖的模式 那我們只先加幾個 進來看看 那假設我要加的是 好 建立線 那把它移過去 它這邊就有一個建立線 馬上 那 一樣 就是說看我們要加什麼 就把它加進去 建立園 那還有一些 G速的部分 兩側距離啊 什麼的 那因為 有一些到後面的話 我們就習慣 已經變成是 怎麼講 已經變成是 那一個 快捷界 快捷鍵 都已經 背下來了 就是這樣 那代表說我在這邊 我就可以不用再去切換到 草圖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 一個基本的操作 那我們現在先 來看一下我們剛才設定的 對不對 那所有的就是 開新檔案之後 會有一個 就是要先建立一個 空白的新檔案 那空白新檔案以後 就是要看說 直接是 編輯物件 還是直接給它一個 新的草圖 那我們這邊先很單純的 就是 給它一個新的草圖 那新的草圖 我們可以選擇面 那現在可以按住 中間去 旋轉我們的師父 然後去點選說 我要在哪邊 那假設我現在是在XY 那也可以在這邊點 那就 點OK 那它就會 跳到草圖的 工作台之間 那再來看 那假設我先 很單純的畫個 舉行 那一樣就是 鼠標 移動的部分 你移動到 重疊點 它就會變黃色 那就是 點一點點 兩點 那我們現在最主要的目的是 靠我們這個點 那我們現在先 close掉 就是 離開草圖編輯 離開草圖編輯 那我們剛才有做一個設定 在編輯的編號設定裡面 有一個顯示 眼鏡色彩 那我們這邊剛才是3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1 那一樣到 這邊 習慣啦 原本它是在 左邊 那你可以把它拉到 右邊 一個人的喜好 好 它在哪邊 那它部分 那你在選擇的時候 可以到右鍵 它一開始 也是有這個 所謂的書狀結構 書狀結構就是 它會一直下來 那 看你自己喜歡 怎麼弄是看個人 那像有些書狀結構不喜歡 就先直接關掉 那就直接在這邊 好 那有些 很習慣 要有書狀結構 你就把書狀結構打開 你可以把它 拉小一點 齁 那我們剛才在講說 欸 我來 再來看我的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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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一個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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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齁 這麼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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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手 就是偏好設定 顯示的部分 如果這個點太小的話 要選點的話有些時候會很難尋找到 大概是這個樣子 今天先到這邊 那後面的話下一集會介紹草圖的基本會制 跟草圖的一些 拘束條件跟 完全拘束草圖的一個基本概念 謝謝各位